警銷貨包到場 一輛小貨車卡在圍牆邊 凹陷變形 一旁還站著十幾個人 有的人可以自己站著 卻還有人受困在車子裡面 騷訪人員用破壞器材 將人救出 地板上還躺著好幾個人 表情相當痛苦 還有人當場昏迷 車禍到底怎麼發生 現場傷患太多 消防局啟動大量傷患機制 救援同時還看得到煙火施放 原來他們是參加遶境的隊伍 小貨車從社子結束遶境之後 要回到新北市蘆洲 卻撞上了圍牆 地板上都是車殼玻璃碎片 甚至連圍牆上也都有烤漆 當時滑行了將近十幾公尺 才停下來 事發地連在台北市 社子島投公園外 晚上八點多 他們參加完社子福縣南安社公廟活動 十九歲的零性駕駛開小貨車離開 但車斗上竟然載著十二名青少年 大多都未成年 最小的只有十二歲 發生碰撞後 車斗上的三個人昏迷送醫 都是未成年 分別是十三歲 兩人十六歲 有人住在加護病房急救 有人骨折開刀 車子其中還有兩個人昏迷指數 只有三現在還在救治當中 參加公廟遭境 卻坐在車斗完全沒有防護 發生車禍首當其衝 後續駕駛的責任歸屬 及賠償問題 恐怕不是小數目 TVBS新聞 言論上蘇佩宇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